嗨 各位 昨天葛雷特這隻角色正式上線了嘛 那就是時候要來說一下這隻新角色囉 召喚力呢 我們一樣先來說結論 我覺得葛雷特他真的有一點弱啦 原本以為正式不上線之前官方會去調整他最低傷害的部分 結果是沒有 那這隻角色玩起來真的超級不舒服的啊 我覺得是今年新角裡面最沒有感覺的一個 甚至連當初打不中人的哪你都比葛雷特還要好玩 首先就是傷害的問題 打不死人這件事情根本就是一個硬傷 在天眼的情況啊 連保利滴答都打不贏啦 真的不是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要開配件之前還要先祈禱一下自己的血量會是滿的 不然你打出去之後也是抓癢 葛雷特他打坦很痛沒錯 但是在痛呢 也沒有碧爾痛 切起來的爽度也沒有比碧爾還要爽 更別說葛雷特他還有子彈恢復時間很慢的問題 然後因為傷害很低的關係 你根本就打不掉召喚物 也就是說對手如果是出了一隻Mr.P 那你幾乎就是不可能贏 再來是他的大招 我覺得大招的部分算是還不錯用的 只是他的判定呢 真的是有一點爛喔 因為他不像黃牛的大招能夠破牆的關係 所以你的大呢 只要碰到牆壁就會是空大 在很多的時候葛雷特他的判定虛線是可以出的去的喔 但是當你開大出去之後你就是會撞牆 甚至有時候你是過得去的 但是你回來的時候是會卡在中間 所以這個判定真的是很鳥 如果你是常常在看我直播的觀眾呢 幾乎會知道我非常依賴虛線這個東西 就跟我捏的其他部會一樣 我永遠都會捏著虛線去做育苗的動作 不管是做任何事情 我都是會捏著虛線啦 所以大招這個判定完全違背了我的常理 這種感覺真的是很差 所以我打到後來幾乎是鬧掉了 完全不敢從鳳鳳裡面開大 卡到整個是有因應啦 除非你覺得你的適應力超好 是那種什麼職業的選手 知道說這個判定會有問題 會卡牆 然後馬上變換自己的玩法 不然我覺得你多少一定都會卡到跟我一樣會瘋掉 再來是BUG的部分 葛雷特目前的能力執行是一定要加入機嘛 效果就是你開大的時候可以把敵人連帶撞走 昨天我玩下來的呢 出現了超級多次撞不走敵人的問題 最明顯的就是血鬼這隻角色 如果你在血鬼衝過來的瞬間 你開大去撞他 那大概會有一半的機率是撞不走他的 那這時候就很尷尬了 不只是血鬼 有時候你撞叉邊 也有可能會出現撞不走其他角色的情況 還有蠻尷尬的一點是 葛雷特的大招並不像是狂牛或是木桶 他反而比較像是葛爾他的大招喔 就是只有把敵人吹走而已 並沒有任何的擊退效果 或所謂的擊退效果是像狂牛或是木桶 就是你撞到敵人他會跳起來的那一種 沒有擊退效果呢 等於敵人他不會有任何的僵直 所以他們是可以馬上反擊你的 也就是你開大過去 然後會順便挨敵人的揍的意思 再來現在的版本 要判斷一隻角色到底搶不搶呢 他的配件是跟能力之心一樣重要的 像奔騰 如果你今天把奔騰的閃現拔掉 換成其他的 那奔騰這隻角色絕對直接變成垃圾喔 葛雷特的配件是吃自身的血量的40% 也就是打下去頂多只能造成1800點的傷害 大概就是比火箭的普攻再稍微痛那麼一點點 老實說這個配件真的不太好用 首先在遊戲裡面 你要保持高血量去跟敵人交戰 是一件超級困難的事情 你只要不小心吃到一發子彈了 那這個配件呢可能就是白開 而且這個配件也沒有附加什麼擊退緩速的效果 也不吃最低值的傷害 也就是說如果你的血量低於600 那這個配件打人 會比你的普攻還要養 更別說還會有射不中的問題 如果你那場打得不錯呢 你三次配件都用在很關鍵的地方 也成功替自己的隊伍手下的分數 那接下來你就真的是剉了蛋啦 因為你在沒大招的情況 你是A都打不死啦 那上面說的這些就是我昨天玩葛雷特的一些感受囉 玩起來感覺真的不太好 自保的能力超級低 打也打不死人 然後也活不了 如果你是還在觀望這隻角色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先等等啦 等他buff之後你再去抽再去買還來得及 除非你跟我一樣是有M傾向的喔 不然現在爬的真的有點痛苦 那這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啦 我們就...過期間見吧 掰掰